好 宜萱可以先幫我們講一下 因為姍姍委員昨天被做出了停權三年的這個處分 但之後包含像查障記者會這邊 他還能夠來主持嗎 那他現在在民眾黨的這個角色定義到底是什麼 好 昨天中平會出來 結果之後是針對他的黨職上面停權三年嘛 那所謂的黨職停權呢 是在黨內的所有相關的 包含黨員權益也好 包含選舉權 被選舉權等等 這些的權益是在這三年之間沒辦法被行使的 所以 但是這個部分跟所謂的善後小組 這個也是柯主席希望在短期間之內 能夠趕快將查障的事情水落石出 所以這是雙軌並行 善後小組並不會因為黃珊珊委員的黨職身份 被停權而有影響 所以呢 現在目前為止 黃珊珊委員都還是在進行 善後小組的這個召集工作 包含我們還有 相關的同仁在進行查帳 所以目前為止到現在都還是 是如火如荼的在對每一筆的帳 那這每一筆每一筆的帳 因為系到有時候像我們在記者會上面公布的 這種單據可能二十塊 也有可能幾百塊 那這個單據都要一筆一筆的 逐一跟監察院申報的系統來做比對 那所以這個耗費非常多的時間跟人力 那我們還是會在盡快的這個時間之內 把所有相關的單據找齊 並且呢整理好 然後向社會大眾來說明 不過外界也認為說黃珊珊未來也可以用五黨籍參選 你怎麼看 以及說這是中評會 大家都說像寶山會 因為段木正跟李文宗都沒來 那這個中評會還有什麼意義 其實中評會本來一直以來都是我們黨內很獨立的機構 那昨天大家也看到我們的中評委們 他們都說他們不會有外界的壓力 或者是他們都是非常的獨立來行使職權的 所以我們就尊重中評委們的決議 那至於誰來誰沒來 這當然就是當事人的決定 那但是呢 有關說這個黃珊珊未來是不是用五黨籍來參選 我覺得現在都太早了 考慮這些都太早了 我們還是現階段趕快把查賬的事情給處理好 那至於未來的選舉佈局 這些恐怕是也要由黃珊珊當事人 來跟大家報告 可是講到查賬 那今天是不是就沒有查賬的記者會 以及說昨天說監察院收入有誤退回申報 但支出卻還湊不攏 那你們要怎麼解釋900多萬的流向呢 我覺得現在還在講900多萬 恐怕是沒有認真在看記者會 我們都非常的清楚的交代 這個所謂的這個差額 其實是第一時間段木正會計師 在自行調節的狀況下 產生的這900多萬的金額 所以我們還是要跟社會大眾強調的是 在第一次的記者會 我們找出了1800多萬的這個憑證跟發票 而且這個發票跟憑證都是有憑有據的 所以像吳珍發言人在他們的直播裡面講說 我們拿出來的是假發票 我們就想請吳珍清楚的告訴社會大眾 到底哪一張是假的發票 請他有指控要有證據 不要到處造謠 所以我們很務實很明白的 跟大家說這1800多萬的錢 到底他的單據在哪裡都有公布給大家看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們要陸續的將這所謂的差額給早期 所以才會一筆一筆的這個單據在做比對 而且比對到甚至連20塊的發票跟單據都要來做比對 所以這個900多萬還是要回到那一句話 這個是當時的這個廠商他所提出來的指控 但是後來經過清查 是因為會計師自行調節的差額產生出來的這個空白 那現在我們就是要逐步的把這些單據憑證給早期 那目前在第一次跟大家說找出了1800多萬 那陸陸續續在這幾次的記者會 我們也陸續在清查 所以目前為止查障小組的這個工作並沒有停下來 現在我們的這個相關人員都還是在進行當中 昨天秘書長周宇修在直播的時候有講到 就是未來這個民眾黨候選人 他可能要有這個財務監督這個動作 那會是由今天開會有討論這些嗎 接下來2026提名是不是就要直接用上這個 就是這個陳述方式 當然財務監督這件事情對於我們來說 現在會是一個重心之重啦 那至於未來會用在什麼樣的大選上面 我們可以跟大家確保就是 總統大選級的一定會有 財務監督委員會要進駐 但是呢至於是不是會到地方各層級的這個候選人身上 這恐怕還是要在經過內部的會議討論 至少就今天早上的會議上面我們沒有談到這一塊 村長問一下 因為這個聯誼今天要約談這個陳醫師到去來說明 那主席今天早上也是跟陳醫師一起出門 他有沒有表達一些關心 不知道兩個人有什麼樣的頭部 主席應該就是告訴佩琪醫師說 就清楚講明白跟聯誼如實交代最好 選啊這邊還想問 因為山上委員看來是沒有辦法來選 2026的北市或者基隆 那在台北市這邊議員的部分好像就失去母雞了嗎 那會不會影響到議員們 或者是之後推派的選舉人的參選 我覺得是 對於有沒有母雞這件事情 恐怕現在還是2024年 還有一段非常長遠的時間 恐怕對我們民眾黨來說 還是先度過這一波比較辛苦的這個查障風波 那在我覺得全黨還是必須要在這一次的爭議裡面 重新穩住腳步 然後重新團結 然後一併的在一起重新出發 那未來才有在繼續討論這個所謂2026的事情 主席今天在會議上針對昨天中評會的這個處分 有沒有什麼新的採取 沒有今天就是主管會議 所以並沒有討論到中評會相關的內容 另外想再請問就是監察院的事情 因為昨天周刊有反映說 他覺得他們沒有爆料不時 因為黃珊珊當時有跟戴麗玲傳LINE 那柯文哲也跟她通過電話 可是兩個人卻說他們8月才有這個消息 那可以幫我們釐清一下嗎 好 今天這個問題恐怕我們來一個一個拆解 監察院昨天就周刊的不實報導 他們也做出了說明說監察院4月通知 柯文哲進辦的是告知說這個資料不完整 並沒有說有差額這件事 而且就針對資料不完整的部分 我們向監察院的承辦人員去詢問 雙方就收入的部分在進行了解 所以我們昨天記者會也呈現了這個對話記錄 基本上大家著重在都是收入方 所以報導寫說是很早就知道這兩千萬的差額 甚至是監察院有告知這個兩千萬的差額 這都是不實的指控 所以在當時還原4月的時候 監察院是告知柯文哲進辦 說是資料不完整 而且討論的都是收入不是支出的差額 那之後當然柯辦跟這會計師就會逐步的來討論 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 中間有一段過程 可是這一段過程呢 是黃珊珊柯文哲完全不知情的狀態 直到了戴立林小姐在8月份 也就是說最近在新聞上面呈現的這些想法 指控之後我們才趕緊的去找會計師 然後8月的時候黨部的高層 進辦的高層才知道原來中間有會計師 自行調節支出沙額的部分 所以這個整體的這個空間跟脈絡 還有這個時間序 我們還是要今天跟大家仔細的說明清楚 攝影官潘峻林他就是有提到說 就是柯文哲去看豪宅 然後可能跟以前的形象有落差 柯文哲有去看豪宅嗎 我也不曉得 這個 就是我想看房子是每一個人 大家的這個人生規劃 那至於是不是豪宅我不清楚 只是說現在這個房價的確蠻高的 所以可能隨便一看就會是一個 蠻高價的房子 好 還有嗎 謝謝 OK OK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請訂閱 請訂閱